HELLO YouTube,我是JASON 今天又回來繼續玩國民彈珠 今天有我,有Case,有KisaBBB 還有多了一個新人,我們有阿靖 嗚~~ 阿靖其實也有在Youtube上拍國民彈珠 高手來的 高手,高手 吃呀吃呀吃呀 高手呀 今天我們打什麼關卡 我們今天來打這個男人的戰鬥 男人的戰鬥,但是有兩個女生在這裡 是啊 他們是男人的 其實都是男人的 我們一起戰鬥 YES,沒問題 我們今天這個男人的戰鬥 是這個第十四圖 第十四圖 我們呢 你是不是要補充上次你拍片呢 對不起大家 對不起 說錯了些東西 上次我是錯得有一點點過分的 自己都覺得是過分的 可能大家都未必知道 因為其實呢 EVA其實有很多不同系列的 有TV版,有劇場版,有漫畫 其實每一個系列的市圖 都是混亂的 那些 還有呢,我又不是很... 即是我對... 即是老了 我對TV版的印象是深刻一些 劇場版是這幾年才出的 所以呢,我是完全記錯TV版的 因為我自己最近都開始看這個EVA 即是因為開始這個合作之後 即是對EVA產生了興趣 那我是看TV版的 但我看TV版 雖然我未看到這些劇情出現 但他又跟我說現在這個合作裡面 是劇場版為中心的一個故事 即是他是用劇場版的故事來做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這次合作裡面 為什麼會用這樣 其實大家是要看劇場版的 但我上次是搞錯了,不好意思 我上次都已經大大寫著 Case失憶 哎呀,還說Fans,沒面見人 真的沒面見人 不能買Figure 不可以買,以後不可以買 買完Figure都好像在看你 好了,我們現在看看組隊 我們等待阿靖進來 我們的組隊今天是 當然了,EVA的合作怪家 當然要帶EVA的角色去 我們帶這個有 曾治初號機,進化的 然後有寧波麗,進化 然後有KesaBB,帶這個王泉 然後阿靖就帶這個 無敵的路西化 沒錯,其實你看到 這次初號機,零號機,二號機的造型 其實在劇場版裡面 都是跟回打第十使徒 出現過的一些情節來做的 你今天是不是做了一點功課 我這次不會錯的了,告訴你 我看到旁邊有本書 有本字典在 這個人是上次錯之後 就看完所有劇場版 才會回來 我再看一次,所以我記得 多一點 雖然我記憶了 好,今天我們這個關卡 雖然一開始已經殺了兩隻 但是小紅龍 他們很可愛地帶了仕途面具 但是一定要先殺他們 因為小紅龍 其實他也算是 又不是很高攻 但是他的攻擊力是很頻繁 攻擊力很頻繁 不是,攻擊次數是很頻繁 攻擊次數是很頻繁 你打爆他的時候他就會爆炸 但是之前那些爆炸的時候 就是附近有傷害 這個就變成他會隨機地選擇有幾個 喂! 終於爆炸了 你做了什麼 你先說 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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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情記的 不是不是所有情記 他就是隨機出現幾種不同的技能 現在看到的是所有情記 不是,鎖 鎖 你弄到我錯了 是不是 鎖 是鎖這個被動 被動技 對 被動技和有情記有什麼分別 有分別是人家打力的就是被動技 不是 人家打了一些是有情記 有被動技就是反傳送 反重力 反傷害壁 那些就是被動技 其實他有三、四種 三、四種 他是會隨機出的 剛才大家看到的那款 其實就是這個 鎖技能 鎖技能 他有這個火焰波 我一聚能就說不到 有火焰波 有傷害地板 還有降低攻擊力 暫時記得的是有這幾種 這關大家看到 進來之後 四隻小熊龍 最好先殺了他們 這個就是鎖技能之後 不能動 因為沒有了反重 沒有了反重 對了 Akisa剛才以為自己聚能 還是 傻了 好了 我們打BOSS 即是打中BOSS 之前可以先殺小熊龍 因為 他不會再殺 BOSS都會鎖技能 對 還有 其實為什麼我們說 魯西法在這次的EVA 合作關卡裡面 是一個非常有用的角色呢 是因為魯西法的有情技 這個能量環 大家都知道 如果在這個AT力場 即是未爆他的盾之前 AT力場是可以把任何技能都擋開 但是魯西法的能量環 是不知道為什麼擋不到 太過份了 最討厭的人有魯西法 你有嗎 你也有 應該我沒有 因為我沒有 看到你抽到 我都抽到了 爆了 力場 但我們快手一點點 要了 因為開始痛了 快手快手 吃完我心 不如 不要緊 你卡在他頭頂上 他都會死 好 死吧 好 嘩 當堂自信心回來了 Kiss 嘩 呃 魯西法 怎樣都先殺一隻小熊 反正 14套 低14套 他不會出招下一個回合 哎呀 魯西法的位置很飄啊 沒有了 他走了 有機會 有機會 都軟了一點 軟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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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的 反而是中的 是我們自己計錯 是我們自己計錯數 不會寫我 哎呀 好煩啊 真是帶十次圖 我想設炮啊 哈哈 你就在下面 真的 你就卡他的腳板底 他都沒有腳板 他都沒有 沒有打他拿東西給我玩 哎呀 屎逃殺手 都是三十幾萬 是 沒有弱點 喂 支炮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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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手機 嘩 阿靖在教導 在教導 Kiss 哎呀 掉了 喂 為什麼你又沒有的 人品 嗯 輸了我們 輸了我們 喂不行 我開場了 輸了我都會拋 我都會拋 這樣掉一隻出來 不要啊 難道 你覺得這支炮中不中到 中到 中到 撒他右邊 踢他左邊 咦 為什麼這樣 你想我撒他 不知道 你決定咯 你最喜歡咯 因為我覺得 當初給完意見之後 你彈得不好就說 但你不是踢我去那邊 是踢他右邊 你是踢他左邊 不要緊 其實打路西法 其實路西法這個位置 都漂亮 都漂亮 真是你撞他 我撞他 然後卡上去上面 爆力場 爆不了 還有呢 如果用路西法 大家要留意一下 路西法不可以太靠近那個盾 就是右邊那個盾 剛才說了 爆那個盾就會有些技能出來 卡頭扔一下 不如你試試 有卡頭扔 我炮來的 我炮來的 路西法 你鑽在腳底 不知道怎樣怎樣 你的炮王 打炮來 炮王 我爆了盾 為什麼會被開了 他爆了這套牆 跟著故事原住來做 其實大家如果想看的話 可以介紹一下給大家 介紹一下 在這個劇場版的第二集 就是破那一集 為什麼你有這麼多東西都不會 在破那一集的尾 其實就是打這個第十使徒 這個零波麗 其實在劇情裡面 他主力去破80歷場 還有一樣東西要講講 這個關卡王關 如果打得那個第十使徒 頭打多幾下的話 他會變身 小氣 他會小氣 被人打個頭 你打我的頭 變身 神經病 神經病 我…我不吃心 我打他就算了 你吃了 你果然很缺乏 你究竟是吃心還是打他 又打他又吃心 計算了 你以為我每次都只是靠運氣嗎 大哥他被人打完頭 小氣 然後一變身的時候 他的攻擊模式是會轉變的 攻擊模式變了之後 他的攻擊力應該會提升 有機會可以讓大家看看 這個關卡他的力場大概八十幾萬 那個力場是 嘔爆他 嘔爆他 靠你了 嘩 二百八十幾萬 二百八十幾萬 塞住了在那個力場和那個牆邊 那個盾是放了那個 放了一個背給他 對 你以為我能不能這樣落到下面 可以可以 因為其實呢 如果大家發覺你自己的顆珠 在一個block的中間 其實可以穿好那個block 是 自己的地方 對 對 對 我都沒有打你的頭 我都沒有打你的頭 怎麼會生豬 對 他變成我 對 變成了 到我 你讓我醉了 我又說不出話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他變成這個 是什麼意思 好 好 等等 吹完蛋 先吹完蛋 吹完蛋 喂 過去啊 那邊啊 總之就這樣下去 對 為什麼他會變成那個女人的身 其實如果大家有看劇場版就知道 其實他是 因為其實在零波麗 應該是零波麗 零號機 還有二號機 那時候 他們一起爆他的盾之後 之後呢 其實零波麗是拿著 你看到他的動作是拿著這個N2地雷 即是那支炮 即是這一支 對 那支是N2地雷 那他是去自爆進去那隻 使徒那裡 那之後呢 就是 我剛才想說什麼 我不知道你想說什麼 我都沒有踢位啊 做賣套盾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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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自爆完之後 使徒是吃了零波麗 然後使徒現在下半身那個 其實是零波麗的下半身 哇 加速 好像真的爆了 沒有爆 沒有爆 他應該再打到兩下 但是我們真的要快點殺了他 完了 我不知道他想怎樣 他的CD好像是爆了 不是吧 八十字光 是 無火焰炮 很痛 打一打 你以為你放不放進去 哎呀 他放了 他放了 你放到 他放了 你加他弱點 哇 扣了 三萬多 這個好像是吧 其實上下一點 上下一點我可以 反射炮 打到他弱點 耶 做到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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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有點難 這個有點難度 這個應該怎樣 超完美的上下彈 零波麗會不會擠刨射到他 你覺得 好完美 正 打不成 差一點 太遠了 我們有得 我們有得跟故事 跟劇情 我們有得 我們來講故事 下一關開始 好 我們給你劇情 耶 剛才其實也有說過 嗯 劇情裡面 零波麗是拿著這個造型 是拿著這個N2地雷 出技 其實這裡 零波麗的技能 都是拿著那個N2地雷衝過去 你猜你可不可以上去路西法道 再下去撞 我猜到 都可以的 其實 對了 衝過去 爆他的盾 哇 撞過去 砰 但爆不了 不碎的 但我炸了他一半 哈哈哈哈 炸了他一半 但爆不了他的盾 劇情不是這樣的 黃泉可以出技 應該可以撞爆到他的 角隊 然後你可能會炸死他 應該會炸死他 還有其實有AT力場 是很適合 用這個隕石技能來打 是 因為這個隕石技能 你看到 他是出兩次傷害 他是出兩次傷害的 不如路西法不要打他 出技 我們等20秒 好 好 我們先說劇情 我沒看過劇場版 今天劇情 剛才他講了一點 就是他先用Annie地雷 爆了那個力場 然後就是 曾治用這個操控機 暴走 是不是就是現在這個音樂 對 就是現在大家聽到的音樂 就是暴走 然後曾治就 你看到曾治 現在進化了之後 那支炮 其實也是 劇情當時他會射出來 就是這個 有左手射出來的馬 就是這個馬 就是這個馬 我們跟捉完 跟捉完 跟捉的一隻 爆醒 哇 二把送發 哇 還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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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未踩 死了 DF 耶 讚讚 好 剛才那首背景音樂 其實是 暴走的時候會出現的音樂 是嗎 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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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關卡 難打的時候很難打 容易打的時候也很容易打 好像說了沒說 不是也是 其實很建議 都是 魯細芳 建議 真的好 但是如果你想打得刺激一點緊張一點就 還有其實建議是要帶這個有隕石技能的SX技的彈珠 因為SX技能看見 剛才炸下去那一刻雖然碰了一次 但是它是盾一下 王計一下 所以其實是出兩次傷害 在身上 沒錯 我們看看我們打了回來的這個 第十四套 我們很多隻都已經有 1 2 3 4 5 6 6隻都已經有 可以刺激吧 事前有準備過嗎 厲害 好了 進化前第十四套 No.1302 反射AT力場 五星 SX是增加自己的力量提升 有情技是這個白爆就是M 這個是未進化的時候的技能 進化後的我們可以後補一下資料 我自己都不知道你是甚麼 你有沒有 我可以幫你看看 你看看 進化後 第十四套 第十四套進化之後 他有人掘擠 這是拾撕射擊 我們有沒有見過他出過 他好像沒有機會出過 他好像沒有機會出過 其實他剛才那隻王是會變身前 他會觸手 射兩隻手出來 然後回頭的時候又再扯多一下 如果同時間有兩三隻彈珠被他打中的話 是會很痛的 而友情技是白爆炸的 友情技是白爆炸的 進化後也是白爆炸 白爆炸是L 白爆炸就好用 誘發其他友情技出現 他的備動技能除了現在看到的AT力場 還有反喪外迫 最能反喪外迫 也有些用 有用的 其實 那是不是要拆一拆極魂 這個要啊 我們繼續拆吧 好啦 今天這個我們都算輕鬆打得 這個關卡裡面會出現到的東西 都差不多被大家看到了 其實最主要他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他會變身 這個是之前沒有出現過的 變身的和 變成音樂突然 變成音樂 對 音樂是步走的時候的音樂 初號機 不錯 不錯 這個我幾喜歡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條影片我們輕鬆過關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記得按個like 有意見的話記得留言 還沒訂閱我們記得訂閱 我啦 Kiss啦 Kissabbb 還有阿靖 阿靖也是玩怪物彈珠 我有看過之前你畫怪物彈珠 有些好畫的東西 我個人來說 他畫什麼我是看不明白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看得明白了 我看完你之前的圖之後 看完之後就知道了 有了一張圖在旁邊的彈珠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條影片就這樣了 下條影片回來再見 下條影片就這樣了 拜拜 拜拜 BYE